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欣赏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可以开圣诞派对交换礼物 很开心的 是啊 如果那些小朋友因为这样不能上学 开不了圣诞派对就真是可憐了 对啊 其实影响都很大你想想做那些可能圣诞派对那些 扮圣诞老人那些啦 或者表演魔术那些啦 今年没什么工作了 又少了 对啊 就是很多那些团体那些做show那些又没有了 是啊 年底下到过时过节那些美牙那些表演那些又没有了 对啊 所以就看来看来那些 聖诞之前都不知道能不能上学了 我估计是他这样的谷法呢 就是十几二十个就说得很夸张 那这边一天也有四百个 哇 美国更夸张啊 是啊 美国很厉害啊 好像过二十万啊 确诊 一天啊 是啊 全部十万十万在说啊 哇 很可怕啊 不知道干什么事啊 美国已经超过二十五万人死了嘛 是啊是啊 哇 真是 这一锅的 有一段时间了 好啊 我们不讲这些了 免得这个节目就不讲这个政治的东西了 有很多节目去听 那可以捧一下明天的这个男人杀的香港政府 我们有很久去吵啊 这羊家产 OK 那九哥 我挺怕吵起来 上个星期几分钟啊 这一锅王子过不了 以后都没玩得吵啊 对啊 就是到时候不是隔着加拿大和香港是吧 隔着牛岛啊 哈哈哈 真是吵你问米啊 这招叫便叫米啊 打电锅去找临沽上来 真的 哇 真是 惊险啊 是不是 其实呢 好 我们看看这条片先吧 好吗 是啊 到第一条片 看儿来看看星期节再讲 好经厌啊 第一条 我們大家有傾有傢伙 之後呢 我們一起進了廚房 真是瘋了 真是 真是 雞腳 怎麼做呢 雞腳 另外還有菜 我已經忘了是甚麼菜 都是吃菜 韭菜 除了六個大烹菜 我突然過來 看到他們在吃東西 我覺得豐富 然後有小聲 瘋狂瘋 那次我和你同一遭遇 我在德士高 我和他媽媽 冷靜一點 德士高 他冷靜 你那次就導轉 瘋狂瘋 就是瘋狂瘋 就是瘋狂瘋 那條船頭 真的瘋狂瘋 這條船頭 真是把船頭拉下來 真的 這個就是我的故事 為什麼那個船頭 會跨到你那裡 那條線是否原本 不是你走開的線 它改了道 當然沒有 雙線 雙情 先跟進一下 那條是北橋 那時候 還沒轉 還沒轉得及 那條線索上頭 其實那裡 適路的行家 或者駕駛者 大家都知道的 那其實唯一一個位 是有影子線那裡 是沒有東西隔著的 它是可以這樣走進來的 那當然 那些棍子的中間 這樣硬硬掃過來 也可以的 硬硬掃過來 也可以的 對不對 那問題是 你問我那裡的交通標誌 和地線 和一些措施 其實是有的 其實那些棍子 也都是 近些十年八年都已經有 我沒有記錯 是的 因為其實這個 它雖然還沒算交通黑點 但也經常出事 大家看到這條片 因為我們的手足 較早前 在年初二的晚上 也是試過這樣的 他跟我說是同一位置 那條片我也看過的 那當時 這條片 剛剛上個星期錄了 三點多 是沒有乘客在那裡的 幸好是沒有乘客 不然 大家可能會聽到一些殺豬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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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是沒有 那對方是有乘客 好像大家看到 他不是乾頭仔 但是很不幸 在車頭 大家看這條片 是拍不到照片的 就是看不清楚的車牌 我們已經試圖很多次 都看不到車牌 我給大家看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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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車尾鏡 可能是MN547 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的 好像是 看到這一下 剛剛他拾回去 就是大家 你的後鏡拍到了 是的 我的後鏡拍到了 剛剛大家已經拆身而過 他拾回去 幸好他拾回去 那時候 其實大家的速度都是收到的 大家的速度收到 而他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清楚 幸好他旁邊 因為都是一條線 大家要記住 那裡是一條線 幸好就是沒有車尾到 如果不是 那又有乱惹 你弄了人 對不對 巧合 但是我想問 九哥 為什麼有這麼容易 會洗一個隔離火線呢 當然正如剛才所說 他是有個口 他不是說一夜全部攔了 是有個口 但是那裡是影子線 如果有受駕駛經驗的人 就知道 一定不可以橫跨過去 是 是不是 我們就討論過 會不會不適路 但是如果不適路 你會不會 這樣要洗一個一塊線呢 而且你看到 是不能夠的 中間有些棍在 中間的棍一定是有東西的 一定是 一定是 來回兩條線的 我們聊過之後 我想如果你都 很質疑他 究竟是不是 這條男人 是欺負的難分呢 是 是吧 我們聽說 可能欺負的難分 看看 過了過了過了 過了去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 那我都覺得 有些機會 因為那時候 半夜三更多 那上次你的手足 年初二 差點幾乎 又是晚上呢 又是晚上 差不多 你不要說 真的差不多時間 真的差不多時間 一定是深夜的了 是啊 他更糟糕 他還要冷靜兩個小時 是啊 我看過這條片 不過我還沒徵求的意見 免得公開 其實這條差不多 真的 我看過 OK 嚇到他 叫救命啊 等等 都是很驚險的 可能他有些不方便說 哎呀 死了 可能失禁了 不是啊 失禁了 他搞兩個小時 就是走去搞 慢慢 是啊 你是保存他的尊嚴 沒辦法了解 其實呢 就在荃灣區議會那裡 亦都跟警察開過會 原來這裡 雖然未正式列入交通黑點 但是都是經常發生交通意外的 亦都涉及有人傷亡的 那大家應該很記得 明白 我估計 20多年前 那時候在漁龍處 就在後少少的地方那裡 近荃灣多些那裡 其實呢 在鄭德士古天橋 就是後少少地方 我是過德士古天橋 大家可以上網看 我有些印象的 在漁龍處 當時仍然是漁龍處 發生了一宗交通意外 亦都類似這樣 就是有輛 我沒有記錯是貨車 爬了漁龍處的職員 一架 一架 客貨車那裡 導致六個 漁龍處的職員 六個漁龍處的職員 全部死亡 是啊 是啊 其實說真的 很可怕 過去也有傷亡的 其實我們可以找回資料看看 所以呢 經過這次呢 其實呢 我們也呼籲林石天議員 是吧 就是留意一下這個地方 那裡 那裡 又近楊屋道 是不是德士古那裡 近楊屋道 是路口來的 有接洋 正托的地點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我在標題裡 寫明林石天議員 請注意哪裏哪裏 全灣德士古道天橋 德士古道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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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橋是嗎 是的 沒錯 即是德士古道北橋 是的 德士古道連接這個青衣北橋 連接青衣北橋 其實一拉一條橋 它是一條走廊 是的 是 接住的 所以林石天議員 真的要跟警方那邊 究竟那裡是否算交通 加強 不做事被人DQ 是吧 加強這個 你說還可以多些措施的 我覺得認為 譬如 爐牌 也都一些 地下畫了一些景號字 就是一些字 是不是 又或者 欄江 因為現在那些膠棍很能削的 那些賓州仔 很能削的 那我們不要說要石頭 那麼誇張 怕撞死他 是不是 那你加一些幫助欄 還有花槽 那些 是的 就把蜜蜜封掉 讓他過不了 是吧 那你要這樣過去 無論如何 是要過去的 尤其問多一次 你差不多來的時候 是幾點鐘 3點 3點24分 3點20幾分 那是真的有機會的 即是你這些 所以可能他走開那段路 比較暢順 又差不多 眼睡 即是有機會是眼睡 是的 所以其實也都 當然他也收得及了 就是 片主 立刻撥他 是不是 他可能立刻醒醒 或者客人吊齊他 是不是 那其實 為什麼呢 不是稱讚片主技術好 事實上當然他的技術好 因為為什麼你這樣的環境 你這樣的環境 你給一些女士 細膽一點的女士 哇 自然反應來的 如果是是不是 是 混蛋了 扭多了 他就躺在那邊 旁邊有條線 讓你可以閃到 如果你沒有位置 你也要站頭 嘩 他的單線其實只有單一小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不是大家扭開了一點點 碰到的 碰到的 他繼續過來 你也避不了 是啊 那 幸好沒有造成一次 很難離頭的意外 可以這樣說 是 那如果 你說 當時大家都有收 但是他有著數 他不要去下斜 我上斜 是吧 他的勢比較厲害 是吧 那你說 當然片主是緊扣安全帶 還有有安全器袋 但是呢 如果真的 我覺得受傷就少不免了 這分分鐘 這分分鐘 不奇怪的 你的車頭這樣 是啊 所以 車主到時候又蝕了 是吧 那他蝕就當然了 好啊 這樣亂開車 就不斷斷了 我們看了V2 那個也是很斷斷的 是 大家看了兩次 那車鏡裡面 據稱那個日子是錯過了的 應該是近一兩個星期的事情 不是2018年 現在是2020年的 是的 片主在澄清過 已經是 車鏡的時間是錯過的 是2020年的新片 就是 有時候 裝車鏡那些 也是的 你看一個日子 你這樣有時候 真的被人打得掉 剛剛才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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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些零件飛了出來 你看整個連結都飛了出來 可能會駕到他的車都不奇怪 是吧 那些Bumper 是的 不過他絕對沒事 他高了那麼多 是吧 但又這樣說 片主真是幸運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飛了 那架的士路飛下去 他兜口兜面中 你想一下那個角度 剛剛有架的士路在他前面 吃了東西 就是台灣吃了一些風球 是吧 那如果不是一中 因為他的車正是他的車身高 對嗎 就一下子插 可能那架車 就是這樣說 片主要不要介意 可能那架車吃了去他的駕駛倉 但是剛才的士 應該整個頂部就批掉了 批掉了 批掉了 變了開逢的了 那我們知道的資料就是 那位師兄就是重傷的 是 受了重傷的 很不幸 呼籲他 如果有什麼事情 需要援助的 打電話去的總 或者找我們 都可以轉介給他們 因為肯定停工 這樣那一款 但是看回那架炮彈飛車 他其實在本身的行車線 已經打了一招 他現在衝力的傷 不過當然 也是路面中間的路駁 設計可能有少許問題 是吧 但是為什麼會飛到這麼冷 因為他做到高速車子 我們要看清楚 他的路駁 是否有少許斜坡 做成一個跳台呢 對嗎 他不是普通的防撞欄 如果他欺負防撞欄 可能會彈到其他地方 或者吃掉了進去 但會不會是那些石坡 就是剛剛大家都知道 一斜坡 有少許斜坡 他底那裡 就是剛剛一下子炒起來 大家看到了 糟了嗎 然後欺負到那裡 就上來 他在空中八甲鑽 對嗎 他在空中八甲鑽 對嗎 這樣 接著突然 我覺得速度應該也不少 可以造成一輛車這樣跳躍 很不幸 我想你怎麼都避不了 其實晚上還是這麼早上 老實說一句 我駕駛者 我看到對面又有石坡在那裡 你想想八甲鑽 我真的想不到他會飛過來 我真的就算看得到 是不是 你真的沒辦法 所以這些東西 你看得到已經太遲了 你也看不到他來勢怎麼飛過來 那如果駕駛鑽車 是否比較抵抗一點 不要駕駛這麼多快線 不關事 我覺得也是不關事 那裡也是一般的道路而已 也沒有說是一條快速公路 快線還是慢線 所以造成這次的意見 另外你只可以考核死神和師兄 和他打一下交道 但是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命傷亡 你認知的 暫時還沒有收到消息 那司機應該估計 私家車的司機 都應該傷勢不輕 跑到這麼高跌 這樣倒下來 對吧 隨時還沒有太震 還沒有太震 不奇怪 他的車也會這樣 對吧 車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其他 有些 軚盤 什麼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雖然有空氣 但有時候你衝力太厲害 空氣都未必是百分之百保障 甚至乎斷腳也不奇怪 好了 九哥是否赤立角 那裡有一條新路 去團門 是啊 可以開波 斷赤隧道 還是赤團 應該是斷赤 給大家看看 九哥解釋一下這條路 有什麼事情 要大家注意一下 12月27號有通車的 這個就是團赤隧道 大家看到了 其實如果大家入過龍虎灘 近那裡的出入口 都看到的 舊的那條線就是下面那條線 那條什麼色 那條心 那條線就是舊的路線 首先要走不大魚山幹線 那經過青衣 從青衣就去丁九橋 接著再去屯門公路進去屯門 但是 但是你頂到這條虛線 就是新的道路 你看這條路在少多少 是不是 少一半有多 好像時間上 少一半 是啊 那錶頭也是少一半 九哥如果你要走這條隧道 嗯 走這條隧道就當然會快 好像說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而已 比現在縮短了 接近20分鐘 十幾分鐘一定有的 這樣 一定的 分分鐘而已 是啊 有沒有好處呢 有辣有不辣 那我們慢慢說 當日我記得 CTVB訪問一些乘客 乘客當然舉個贊成 尤其是在屯門回機場的朋友 便宜了快了 就可以分多半個小時 便宜了 即時巴士公司來宣佈 所有屯門去到赤立角 或者是東涌的巴士線 是即時會減價的 當通過車之後 大約好像減四成左右 這樣 但是你說的士司機 就分了不止四成 那些命令 那麼草蠻的命令 雖然現在機場的命令 沒什麼 接下來他們都是看淡多 但是我自己是看好的 是的 我自己是看好的 因為正如我們 食杖三番 是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 譬如有些 計算了一條數 不是 現在便宜了這麼多 舊多水 得的士好 我得巴士 坐四個人 剛剛才 而且他連接了這條道路 開通了之後 重要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 清如幹線 所有的收費 會豁眠 走清如幹線 你去機場 你要想一下 去機場 如果你也搭過 去又要給三十元 回來又要給三十元 是吧 總共六十元 從馬灣到青衣 不是 馬灣到青衣 有朋友傳聞 究竟有沒有減 初步聽到回來 一樣照減 因為馬灣使用的那條 都是清如幹線 去機場 那這裡厲害了 六十元 一程六十元 如果內匯就是八二元 如果朋友回來家 就變成八二元 當然有些艇老 就說 我原本打算進去的 拿了一支柯打進去的 然後我在裡面排 現在沒有喬費 有些是只賺三十元 因為兩邊都收 只賺三十元 少了這件事 但其實我覺得 那三十元 你不要看這麼大 你會不會想 更加吸引 多些乘客 會不會排快了 你乘客的成本就輕很多 是啊 是啊 最少省了60皮 會不會便宜很多 所以會多些人回答呢 你等購的時間會少了呢 我們就知道 我們一向都是看好一面 是好友 那我就會這樣看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廣北都沒有夠用 現在機場都沒有客 大家都有一個保存 就是希望在明天 那說回馬灣 如果馬灣 連帶他出九龍的乘客 其實呢 有時候有些乘客 真的來上班放工 真的有的 那他變相是開心的 為什麼呢 六十元 每日省六十元 找多個老友一起 三十元而已 總之他很划算 每日省六十元 也都相信在青衣那裡的乘客 去馬灣也都會多了 為什麼呢 譬如最近的長弘村 七十元而已 但是 我經常都要一百零幾 就因為有三十元的橋費在這裡 是不是 你沒有三十元的橋費 說真的 你乘坐那輛巴士 譬如我當你四個人 那輛巴士八元 那輸土去到青衣 四百都三十二 接著還要轉的士 去回長弘村 都要三十幾元 甚至乎 多跳到四十幾元 變成七十幾元 分钟你乘坐的錢 直接 比你這樣轉車更好 起碼快 是啊 又舒服 所以我就看這裡 看好的 應該會多人乘坐 機場 也是 其實這件事成本 也不用這麼多爭執 喂 你為什麼要收三十元 你明明給收費 已經給了十五元 又少了這些爭執 是吧 不用收費 明白明白 好 那這個有辣有不辣 說真的 如果大家像九哥那樣 先回來 九哥那樣 正面的態度 說真的 不要這麼多負面的事情 做之旗也更開心 像這個正面的態度 去迎接先 其實開車也是 多與少的錢 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是暢信了 快了 是吧 是吧 方如輪轉 這是最重要的 也都說 有時候晚上 可能突然間 你知道有時候 好像暑假尾 突然間很大水 你急著要回去 是吧 你也要回去吧 好像我們鑽紅雞的 例如揹了台客 去屯門 機場很瘋大水 怎麼瘋瘋 那我立刻走那條隧道 我比出九龍 是不是 尖沙咀 批塌也沒有用 我扔出去這麼低遠 我寧願走那條隧道 是吧 你很近的 快過你去出荃灣 是吧 當然有些聰明的 可以在屯門拿一下 我們這些不是的 是吧 起碼給我這樣 你一定快 快過出荃灣 是吧 沒錯 所以你用這個心態去想 好了 有一個 真的要譴責這個混蛋 我來看看那個混蛋 被弄了一輪以下的影片 我真的要吵架 但是我這次真的要跟你爭辯了 好 大家看看 這個看法 絕對不是你這樣看法的 我就看 是啊 可能這些就是乘客和的士佬的 不同的地方 就是 VD5 那些人聽不懂 你是在說秀茂平 那些人不懂得說 就不懂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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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的车牌是KT512 哥哥我想你听听为什么你觉得那些汽车没错呢? 首先他是那位伤残人士,需要用轮椅 正常来说你怎么会走到车尾呢? 你要考虑一件事,推她是个崩妹来的 是崩妹来的,崩妹就是你先打一下折扣 你先不要跟她说普通话 她的脑子是吗? 不是她的脑子,而是一般的普通话 或者她的醒目程度,她的醒目就不用她来做崩妹 但是她站在车尾上也没有示意叫司机开尾门 但如果开尾门又不正常,为什么你不是去左边或者右边的车尾门 才让乘客上车呢? 你明白吗? 首先第一步,为什么她突然过马路来自的士呢? 我觉得她在她那边应该是等不到车 又或者她一直走过来的时候 她看到有车就立刻衝过来去找车前 她不是故意在那地方去捕的士 同不同意? 有机会是 有机会是 同不同意? 但是她过来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她不是在行人道那边上 所以要在车尾那里 但是你要明白 她停留在车尾那里干什么事呢? 枯构啊 那她枯构而已 那你说的士路 她看前面的,鱷魚哥你明白吗? 她或者看车尾,或者看前面 然后大家都看到她前面 她前面真的有台客 你明白吗? 她前面真的有台客 她的标签就是上前面的台客 你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说她看不到奔妹 不奇 真的不奇 我怎么知道奔妹 现在这样的环境 我看Apps 看着面前整排电话 以及看前面有没有客 为什么呢? 我做人就是这样的 如果前面没有客 没有折她 你这样标走 那就很大机会是 就是 你是想逃跑 你这个鱷魚哥 但是她前面真的要上台客 你又真的去那里面 不认识 是不是? 那会不会她明知有个鱷魚哥 想去折她的车 但是她看到前面有台客 哪有人去折呢? 那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就不折 这件事就很存疑的 说真的 你因为你车尾 对吧 你车尾 你在两边折 现在有一件事 如果奔妹又省尾感 那你这样说法 我只是看前面有个客 不断折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前面的客 肯定是客 我怎么知道 会慢一点 后面有车就这样上台 的士路是这样的 你讲的一件事 有你的可行性 但是的士路见到有双层人士 上车就不能折 这个人也有 是的 但是这件事 我觉得不需要大家 扭到这么厉害了 因为她可能真的 说真的 他说的士路都是狠狗 他是不是故意呢? 不知道 但是你说不会狠狗 的士路都狠狗 他可能只是在望前面 如果你有些狠狠 就是见到双层下 不能接到双层 我们说过很多次 如果特意的 有些食尤小房 就开门 接着 家人 自吹到轮椅 我自己也见过 把门马上走 这些是双层中的 这些是要丢的 很明确人家要上车 轮椅的乘客 他不是有心 他真的有个客 我都说过 他真的有个客 他没有客人 就很大机会 逃跑了 他真的有客人 我见到前面有个客人 的士路很狠狠 很狠狠反射条件 有客人自然扔手 有时候有些意外 应该是这样造成的 有时候有些意外 也是这样造成的 他心急 现在这样的环境 大家都知道 一个客人很狠狠 是重要的 是不是 那各位观众 可能你不认同狗哥 欢迎在留言里面 调整他 当然我觉得 有一个疑点在 作为一个 去考虑整件事 有一个疑点在 我是明白这一件事的 但是也是 的士司机 不要那么混乱 伤残人士 有老婆婆 老公公 多少也好 是善事 24元就是24元 不收钱也要做 有时候这些客人 是的 我们都说过 我都见过几宗真实的逃跑 我怎么办 后面的士司机 又接他们 有时候我都吃 我都吃 煮到来吃 正如较早之前 我们说过 铜锣湾的案件 记不记得 有个的士司 有个商残人士 他见到一个商残人士 连续四辆车都不转 但是也有手足 又质疑了 首先 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算摆这单 这些姿势 摆牙出去的 很大机会 仇敌人 而且有人质疑 就是怀疑 就是石蔭 专家坐霸王车的那个妻子 被的士党认识到她的样子 也有人这样质疑过 正常没理由 四辆车都不断踢过轮椅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妻子 近期就好像是静了些 她住在蛇蔭的 我也想想过 我也即时抬回她下去 她说明没钱给的 你还不做呢 她说 我那儿在荃湾 仲安街去蛇蔭 三十多元 她敢想连泰安留回去蛇蔭 她都坐霸王车 你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 大家真的要清楚一点 是不是真的信了 铺出来的那个 你这件事 我不是说 不是帮了 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疑点 正如我们都说明了 摆明了 乘客 轮椅客 要截你 你不能上去的那些 是重置是 这些 幸好他下面的的士 都接他客人 是吧 我觉得你真的有存疑 在那儿 我也是说一句 其实刚才奔妹推过轮椅客 是危险的 因为他在死位里面 就是这样擠进去 是啊 他都不容易上车 因为你通常轮椅上的的士 不是在那儿栏杆的那儿 都上不得到 上不得到 就算我那些 我上轮椅客真的 都上不得到 因为你门都开不得到 那儿栏杆都拧着 你迫着在右边 右边有危险 他一定要在司机位那边 开给他 但那边有危险 那边有危险 刚刚才 所以我第一个出发点 我看的就是 根本就是他很急 要上车 冲了过去 但他也将轮椅 这个人的安全 抑制了 是啊 所以就其实 我觉得 喂 有些是吵 你可以吵 你吵什么人都行 但是 我不需要我看到那些 啊不家产啊 死全家就是那种 不需要去到这样 未清掉一件事 我觉得大家是否可以研究一下 深入一些研究一点 可能会这样的 我们看不少 巧合就是这样 有些人说 就是这样的 你猜不猜到 空中的 八甲转的车 凹下来 对不对 还要吵 冲在对面上 撞你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这么巧而已 对不对 早十分一秒 迟十分一秒 又不敢中 就是这么巧 对不对 我觉得 各位的士大佬 就像九哥那样 车多一些 对 大家不需要 我们也不要求大家 很热冲去做 当然你做到最好 我经常都说 煮到来 吃一锅半锅 丢你了 又不会见不见肤肉 又不会阻挡你很多时间 对不对 做好事 你的耐心都会开心一点 对 不要忘记 你现在的职业是服务学生 丢你了 当然 大家都是其他 譬如有些伯伯 譬如他 你知道 有些七十几百岁伯伯 做了他的孙子 但是那座轮椅 很重 那你们也帮忙 不要说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真的说真的 在这段影片里 就要学会一件事 你如果真的在推行乘客坐轮椅 真的不要这样过马路上车 上不了 其实是很难的 是啊 那我也说算是公路说话 可能他们也给过的士佬 一些害群芝麻 踢过不少 所以可能用这些招数 直接扔到 也不奇怪 对不对 也不奇怪的 是的 但是你说 喂 民署署有没有指引 浪费气 你正确指引 教你指引的士佬 不要怎么会看到 不能接这些 对不对 另外有一样东西 如果既然不那么不能 方便叫的士 是的 一天就叫 叫的士 有些是专门车轮椅 有有有 有些都说一勾推上去就可以了 那些都不用搞 为什么这么狠狠 就是做老师的 教练你的奔妹 不要这么厉害 这是真的要的 真的要教你的工人姐姐 怎样截车 怎样将老人家摆上车 是的 你想想想 你有什么狠狠 你交了老爸老母 给个奔妹照 有什么狠狠 你是不是招了个奔妹 那奔妹 他一世过意不狠狠 但他是超出知识范围以外 最狠狠 连那位老人家的子女 他们都不狠识 是的 他们都不狠识 他们怎么教 我都不狠识 那奔妹什么狠都识 他们帮你手 他请你 不是你请他 其实去一些慈善团体那里 或者他们有义工举办这些课程 其实大家 真的 我都不是第一次说的了 为人子女 你应该是学这些课程的 真的 甚至乎失明人士 怎样带他们路 不是只是拖拖着 这么简单的 你要扣拖着他 让他有安全感带到他路走 等等这些东西 上车 怎样上车 怎样使用一张轮椅 怎样适宜 跟老人家 看他的情况 买一张什么轮椅 其实这些东西你都要认识 好了 两手足 你再不再加上个场 给人家的安全 就是 对了 对了 过上了 外面你一天 就叫两位仇的男 是啊 第一时间 搜救我这个的士佬 你再不再出去 你的安全 好 够了 好 大家下星期再见 路上平安 拜拜 拜拜